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无忧房车型 我是老郭 很多朋友在这几年一直问我 我的车到底能不能够拉一个房车 我现在只有SUV 那么我想拉一个小叶的房车 到底能不能拉 那么到底我的SUV能够拉多大的房车 我有的朋友也有皮卡 说我能不能拉房车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哪些指标 对于你能不能拉房车 起决定性的作用 在正式的介绍以前 我们要了解一下 基本的关于拖力和承重量的几个术语 如果这几个术语不能够了解的话 那么实际上 你很难能够决定你到底能不能拉 如果你冒险的去拉 那么你很可能会出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们今天我会同时拿我的自己的房车 和我自己的皮卡 来给大家计算一下 到底能不能拉 那么能拉是很勉强的能拉 还是我有一定的负予料 首先我们来说关于拖车的术语 也就是说你的皮卡 或者你的SUV的一些术语 那么第一个术语是什么呢 就是叫做Curberweight 它是说你的车的在出厂的情况下的 总的重量 也就说我没有拉人 也没有拉货 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个时候车的总重量 Curberweight 是来决定了你这个车到底有多重 用我们中文来说 这个Curberweight 就是车的净重 就是你的净重量 第二个术语 就是叫GVW 就是Gross Vehicle Weight 大家可能经常会听说这一个术语 其实这一个术语 我们叫做 就毛重量 第三个重要的术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叫GVW2 凡是带R的 叫做Rating 这词实际上就指的你的最大 最大值 就说你在这一项上面 你不能够超过这个值 那么GVW2 也就是说你这个汽车的毛重 最大不能超过这个值 如果你的车 你的重量 总重量 超过了你的GVW2 会出现什么情况 其实是很危险的 最早出现的情况 可能就是你的车轴上的解正器 那么解正器有可能是解正弹簧的 有可能是有气压的 它就会爆掉 或者弹簧它就会坏掉 然后 另外一种情况 可能是你的车的轱辱 就不是那么平稳 你驾驶起来 就会有很大的威胁 所以无论如何 你不要超过 在车 这辆车的重量 不要超过你的最大承载量 GVW2 我们看第四个重要的这个术语 重要的一个指标 叫做Maximum Payload 也就是最大承载量 其实我们经常会缩解成Payload 解称为Payload 就是最大负载量 这个车呢 在我的标准的车的出厂的情况下 那么我可以拉多大的重量 这个重量包括人 包括物 以及包括你另外在配的 除了标准配置以外 另外配置的一些东西的重量 比如说你可能上面放了一个GPS 或者小的GPS 那么这个GPS可能一磅 这个一磅也要算到你 那么你拉了一个房车上去 这个房车呢 可能 就是算在你的车上面的重量 比如说按10%来算 也许可能是500磅 也许可能是600磅 是这样的 那么其实这三个指标 非常的有意思 它是一个算术的关系 也就说你的GVWR 我们列一个算术 比如说GVWR 就等于你的CurberWeight 再加上Payload 就是这么一个数学公式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并不知道你的Payload是多少 或者说你并不知 就在这三个参数里面 你可能知道两个 那么第三个自然的就会知道 另外一个关于动力车的最重要的指标 叫做Toying Capacity 它是指的你的车的最大拖动力 这个对于能不能拖房车 能拖多大的房车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原因是 如果你的拖动力没有那么大 那么你拖着这个房车的时候 你上坡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你会爬不上去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这四个重要的指标 其实前面三个指标 最主要的 也就是我打勾 说出来的这几个指标 前面的三个指标 是来解决你车的承载力 也就是说 我这么多重量放在我的车上 我的车会不会压坏 那么第四个 最大拖力 是来解决我的车 拖了这么重的东西以外 我能不能够爬坡爬上去 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两个指标 一个GVWR 也就是最大承载力 和最大拖力 这两项指标 必须都符合的情况下 你才能够安全的拉你的房车 因为最大承载力 实际上是来解决 你放了这么多的 拖了一个房车 你的车上面又坐了人 你还可能拉了很多的东西 你会不会把你的车压 谈不上压瘪吧 就是比如说要是马的话 可能你就压趴下了 把你的车实际上压的 你的轱瘪可能会爆了 或你的承载谈 你的解症谈谎可能断了 能不能够不压趴 那么第二个大的指标 就是最大拖力 是来解决 我能不能够往前走 往前走就表示 因为你除了在路上 除了有平路 还有有下坡 还有有上坡 你如果你不超过 你的最大拖动力的话 你一定可以在这个坡度上面 把你的车拉得上去 所以这两个指标 是同时重要的 这是关于车的方面的一个指标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 我的房车 我的trailer上面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指标 因为它也很重 实际上这个trailer 这有三个 如果你要查的话 你可以看到 也是有三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 叫做UVW 这是一个对于我们也叫Dry weight 也就是干重量 就是我的房车上面 我没有装东西 就是说标准出厂配置的情况下 我没有装 我没有做人 我也没有拉行李 我也没有冰箱里面 也没有放东西 所以我的水箱里面 也没有放水的情况下 它的重量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重要的指标 也叫做GVW2 也就是它的 最大毛重 这个车能 我这个房车上面 除了标准配置以外 你需要出去玩 你需要装很多的用品 装很多的东西 你还要装水 装什么东西等等的 这些东西 你的锅碗瓢盆 你的衣服 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是算重量的 这个重量放在你的房车上 它也来考验你房车的车轴的解证 和你的车轱辘的承载力 到底能不能够承载 这是它的最大的承载力 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承载力 第三个房车的重要的指标 我们叫做HitWit 或者叫做TownWit 也叫蛇重 从Google上查了一下 叫蛇重 就是说大家知道 这个房车是放在车轱辘上的 能不能挂在你的动力车上面的 其实它并不是说 比如说我这个房车有7000磅 我并不是说 我这7000磅全部放在了我的动力车上 我只是放一步 大致是在10%到15%的重量 是放在我前面动力车的挂钩上面的 就是给动力车加了重量 各个厂家有一点点区别了 大概是基本上是10%到15% 那么你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从车的出厂的标签上面查得到 了解了这几个重要指标以后 我拿我的皮卡F150和我的房车 来这些指标来 我们算一下 到底我现在有没有富裕 我们首先去车上查这些指标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的F150上面的指标是什么 好的 我们看一下皮卡车的GVWR在哪呢 一般是在门上有一个sticker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这个可以看到是GVWR 是7000磅 好的每一个车不一样 你大家一定要去查一下 大家可以从这个标签上可以看到 我的F150呢 我的 我的payload呢 也是最大 我的载重量 是1862磅 我的最大GVWR 最大的负载量的承载 就是负载量加车的重量呢 是7000磅 那么他们两个一解 Curberweight呢 是5138磅 这是我的车 我们写在左边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的房车 我的房车是28尺长的房车 这个房车的重量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标签 我们看一下房车的GVWR 它的drive weight 也就是unloaded 就是没放东西的情况下 出厂的重量是6386磅 这个车的最大的承载量 也就是GVWR呢 是7995磅 我的房车放在我的拖车 YF150上面的重量呢 是604磅 也就是我的Hit weight 或者叫Tone weight 好的 知道了我的拖车 还有我的房车的这些指标以后 我们就来简单的做一个算数 我们就能够知道我的车到底能不能够安全的拖动这个房车 包括你爬山也好 是下坡也好等等的 刚才说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 一个你不要超过你的车的最大负载量 第二你不能够超过你车的最大拖力 好 现在我假设我的F150上面坐两个人 又拉了200磅的货 那么我的房车上面呢 大概也放了200磅的货 这包括我的日常的依需用品啊什么的 假设是这样 那么在房车上的这200磅的货呢 是这个重量呢 是放在了这个我的拖车上面呢 我们按10%来算 大概是20磅 我们加上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房车放在F150上面的重量呢 是624磅 再加上我的F150上面的人的重量 还有这个物品的重量 再加上我的那个拖挂头的重量 整个算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是1170磅 也就说我现在整个我前面动力车上的承载 只承载了1170磅 我的最大的允许的payload呢 是1862磅 也就说我现在可以有富裕692磅 692磅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我还可以做4个人 没有问题 也就说我的F150上面要做6个人 因为我的F150是可以做6个人 这算上司机是可以做6个人的 如果全部算上的话 也就说我的F150可以做6个人 再拉200磅的货 再拉我现在的房车是可以的 这个承载力是没有问题的 好 然后我们再除了承载力 第二个就是它的拖动力 F150的最大拖动力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呢 你可以从网上找 你可以从你的说明书里面找 你当然也可以从福特的 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拖动力列表 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这个F150呢 是3.5的EcoBoost 而且我upgrade的车轴比呢 是3.55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 我现在的房车呢 就是最大的负载 只有7000多磅 所以我的拖动力也没有问题 我爬坡也好 是下坡也好 这两个指标我同时都满足 所以我的车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最后再重复一遍 两个指标你必须要同时满足 一个是最大承载力 要能够承载 如果你不能承载 你就只有买小一点的房车 让这个房车的重量降下来 是在你车上的承载力会下降 另外一个指标 就是最大拖动力 如果你的最大拖动力 低于你的房车的重量 那么你是拖不了的 你即使在平路上能拖也许 但是你一爬坡的话 你就会爬不上去 就会出现很大的麻烦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不想提高你拖车的性能 那么你只能会买小一点的房车 让它的重量降下来 好的就到这里 今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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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